好 如果假日呢 到這個淡水老街 你一定會發現 人潮滿滿滿塞爆了 現在就是有業者 看準這河岸邊的旅遊商機 他們腦筋動了一下 租了電動自行車給消費者 雖然呢 有拿安全帽給大家 不過呢 大喇喇將直接宣傳 可以不用戴假照 也不用戴安全帽 警察罰不到 真的是如此嗎 警方有話要說 每一大警察沒辦法抓 可是我一定要給你們 什麼意思 沒戴警察沒辦法 如果你沒戴安全帽的話 警察沒有辦法抓 就是沒有辦法對你猜到 因為電動車沒有牌 好 如果是這個太熱 不用不戴的話 去把它掛在前面 會放回車 由淡水老街租電動自行車 業者聲稱不用戴安全帽 也不用駕照 推出淡水一日有路線 只是聲稱是電動自行車 但儀表板上 怎麼能夠轉到80這麼快 適合把定我們的電動自行車 也不是電動自行車 不要當啊 對 我沒有的 就這麼巧 記者上門這天 業者大門聲索沒有營業 但外頭還停著五六輛機車 業者說 租給民眾的是電動自行車 合法應該是要有這個閃電標章 而且最快只有25公里 可以免掛牌照 其實也不用考駕照 但警方機查 卻查出他們 大有問題 因此這些電動自行車目前不可以上路 如果被取締 時速25公里以下就罰歧視 業者大力宣傳吸引民眾租車 但是沒有取得合格標章 就出租 消費者花了錢違法騎車上路 不只沒有保障被警方查獲 還得市場罰單 中文宣傳 侯正倫少將趙玉竹 新北市報導